我们前面讲的转化率和任务完成率 主要是针对我们前面说的 基于产品节点的转化率和占比 这样的一个分析思路 下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些 比如说当前的使用用户数 新用户数 流失用户数 回放用户数 这些就是基于用户的路径的 这样的一个思路去做的分析 来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我们说的当前的使用用户数 其实我们都是要有一个前提的范围的 我们前面早上也说了 我们之前的课上也说了 我们需要去定义我们数据分析的范围 当前使用用户数 其实它也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边界的 比如说当前使用那是指什么 这个时间节点 对吧 是指某个时间点上的用户数 我们针对当前使用 一般就是我们平常说的UV 也就是我们产品的登录用户 或者是具体的使用用户 它能够非常清楚的反映出 我们当前产品的用户情况 还有新用户数 新用户数 它就是来指首次使用我们产品 或者是刚刚出测了一个我们产品账号的用户 但是它不是说是那些 首次来访的用户就是老用户了 新用户数 如果不是新用户的话 那就是老用户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总体用户 总用户数 然后减去新用户数 那就是老用户数了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概念 叫做流失用户数 流失用户数 就是有多少用户已经不再使用我们的产品了 或者是不再活跃了 当然这个具体的怎么定义我们的活跃 是另一个维度 我们待会后面去讲 流失用户数是用来分析 我们这个用户 我们的产品 当前留存的用户 保有的用户 是什么样的一个能力的一个指标 那些没有流失的用户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留存用户 它就继续还在我们这个产品上面在做使用 能产生行为 通过我们的总使用用户数 减去流失用户数 就可以得到我们的留存用户数了 他们之间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回访用户数 回访用户数是指什么 就是我们之前可能已经是流失用户了 就某一个用户已经是我们的流失用户了 但是他又重新的使用了我们的产品 那我们也可以去把它们标记出来 这部分用户啊 其实反应就是我们的产品能够挽留的用户能力 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产品 就是比如说你你装这个APP但是你经常没用 时不时他会给你发一个推荐啊 发一个消息提醒啊 然后这个经常引发了很多运营方面的手段啊 写一句非常煽情的短信也好啊 或者是一个消息提醒 然后挽留我们用户 让他来再次启用我们移动应用啊 这部分数据叫做回访数据啊 回访的用户数啊 这几个数啊是基于用户的啊 还有这块还有一个啊 关于这个活跃用户数 活跃用户数定义比较差别比较大 这个需要我们产品经理根据我们自己 所负责的产品啊 依据一些产品中的关键的功能 或者关键的用户操作行为啊 来定义 比如说啊电商类的网站 有可能会把活跃用户数定义为完成交易的啊 就是支付成功完成交易 购买了商品的这些用户 而某一些工具的应用可能会是啊 已经非常深层次的 就是对工具的任务使用情况的一个定义 来界定这个活跃用户数 我们去定义活跃用户数 往往是依据我们产品的最核心的KPI去定的啊 因为它是能够最直接反映出KPI的完成情况的 所以这个活跃用户数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值啊 这几个数啊 都是具体的数值 其实我们通过这几个数也能够去 啊就是以总体的形式 然后减去某一个类型的数据得出另一个 比如说流失 那就会有留存对吧 回访的 它是一个单独的啊 那就有可能就是也可以去算出一个留存的用户 新用户数和老用户数是有对应的关系啊 活跃用户数呢就和流失用户数有一定的关系 这用户数 这用户数 我们来看啊 这几个飘红的 这几个飘红的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 第一个活跃用户数啊 其实对产品来说啊 活跃用户数越高 那说明我们的产品拥有越高的价值啊 因为活跃用户数 那说明有更多的用户在这个产品上在使用 他们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行为 去满足他们的需求啊 活跃用户其实与流失用户之间是有这个 还重要的联系的啊 活跃用户我们可以去衡量网站 或者我们产品的运营情况 而流失用户呢 我们分析我们的产品是否有能力留住新用户 是否有是存在被淘汰的风险 活跃用户和流失用户 然后我们还要看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啊 新用户的比例 新用户的比例是反映产品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啊 新用户与老用户是有对应关系的啊 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啊 新用户主要是在 显示啊 或者是呈现出产品发展的动力 老用户呢 他们是我们产品生存的根基 所以我们去做用户而做我们的产品的时候 一方面是要去尽量的留住我们的老用户 另一方面去不断的发展我们的新用户啊 这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做产品啊 当然我们去做这一部分的工作是有数据分析支持的啊 我们需要不断的去看 比如说以周的单位 以月的单位去衡量我们的工作效果 看看我们的老用户流失情况是什么样的啊 新用户的增长是什么样的情况 以及我们整体的产品上活跃用户数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啊 这是一脉相承的几个概念啊 然后流失率 那就是反映我们产品保留用户的能力 这个新用户和这个用户流失率 新用户比例和用户流失率之间啊 有一个这样的关系 就是新用户比例主要反映进来的这个情况啊 就是新用户打新用户进来的这个情况 而流失率呢 就是后面流失离开的这个情况 他们之间是这样的一个对应关系 所以我们做数据分析关键指标就把握这几个就可以了啊 一方面我们有这个比例啊 比率方面的就是涉及到具体的流程方面的 另一方面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用户的细分 不同类型的用户细分 他们对应的不同的数据反映不同的情况 还有活跃用户数啊 活跃用户新用户比例 用户流失率 他同样之间有一些关系 能够去很好的呈现出我们产品的情况 我们需要做定期的这样的分析啊 定期的这样的分析 结合这三个数据啊 活跃用户数新用户比例和用户流失率 我们其实可以去分析我们的产品发展情况啊 当我们的用新用户比例大于用户流失率的时候 那说明我们产品处于发展成长的阶段 当我们的新用户比例低于用户流失率的时候啊 那用我们的产品可能就会在衰退的阶段啊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的新用户比例与用户流失率 基本值平那说明我们的产品处于成熟稳定的阶段啊 所以说这三个数据我们进行不断的分析和研究了解啊 是能够总结提炼出很多的结论的啊 这里给大家留一个小作业啊 我们看一下这张图 我们看一下这张图 蓝色的柱图是用户活跃数 活跃用户数啊 绿色的折线是新用户比例 它在下降 用户流失率 那是这样的一条折线 这样一条折线 大家来看一下啊 你通过这张图 你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你知道我们这张图反映了这个产品 现在处在什么样的阶段吗 那如果你是这个产品的产品经理 你下一步需要从哪个角度来重点改善 当前的这个问题 这是留给大家的一个作业啊 这个图大家会画了吗 那excel应该很容易吧 应该很容易啊 好 请大家针对这张图进行一个分析啊